我們看書上86頁這裡 他說乙量支架通常是為了穩定物價 尤其是民生必需品的糧價 他說股迅有云 股見商農,股貴商民 稻米價格太貴也不好,太便宜也不好 所以大部分就是在民生必需品的地方 政府會有一些固定的措施在 他說這樣才不會影響民生大計 所以他說古代就有糧倉、益倉的設立 那糧倉或者益倉的意思就是 來供給這一段或者是購買這一段 來平抑市場的物價,讓它不會波動太大 目的在這個地方 好,那圖形在書上 87頁 B圖 好,再來 這是對數量商的管制 再來我們看 B圖,再看這個價格的管制 那價格的管制呢 我們看87的這裡 他說價格干預 那 有位維持 最低價格為目標者 訂定價格的下限 那或者是 價格不能超過 某一定的 某一定的價格 那就是價格的上限 這邊我請同學想 均衡價格均衡數量 那現在我要訂定價格的下限 也就是價格最多 不能低於這個 那請問我是要訂在P2這裡 還是訂在P1這裡 價格下限 上哪些 比如說最低工資率 我們現在最低工資率好像是17320 17280 之前是15480 我怎麼記得1732 我一直記得1.732 分號3 17280 這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那我們現在行的外勞 就是以這個來限制 最低就是這麼多 那我現在問同學的是 我要訂價格的上限 是訂在P2 還是在P1 價格的下限是要訂在P2 還是P1 你想一下 錯的都沒關係 我們一個個看 假設 我說 假設 現在 現在 市場的 我們先看下限好了 假設市場價格是 100塊 工讀費100塊 那我現在訂定說 你的最低工資呢 不能低於80塊 還是說你的最低工資呢 不能低於120塊 哪個有效 我們現在想下限喔 現在假設市場的 工讀費100塊 均衡沒有任何限制 均衡價格是100塊 政府訂說 工讀費最少不能低於80塊 這樣有沒有意義 我市場均衡就100塊 你訂不能低於80塊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要在這上面 120塊 這才有意義 所以下限是要訂在均衡價格之上 可以嗎 可以嗎 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同學現在考的 分數是80分 如果我要給你有一點壓力 我說期末考不能低於60分 還說期末考不能低於90分 假設你現在考的是80分 90嘛 90嘛 好 那價格的上限呢 假設 學費 假設現在是100塊 政府說你學費不能超過120塊 還說學費不能超過80塊 還說學費不能超過80塊 哪個有意義 80嘛 80嘛 所以上限下訂在均衡價格之下 可以嗎 可以 這書上89頁這邊所提的 好 那一旦你訂定了 上下限以後 那一樣 沒有辦法 需求等於供給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出來 那出現哪些問題 比如說就有一些 黃牛啦 黑絲啦等等 一樣會有這些問題發生 好 我們看89頁 價格機能與管制的後果 也就是 如果政府 政府 參與干預以後 那到底會有什麼樣的 後果 好 90頁 書上舉了一個例子 他說 看起來好像是善 好意 但是結果是 沒有好報 他說據說 從前有一個西班牙 城堡 被敵軍包圍了 然後 敵方就包圍這個城堡 那他希望城內 沒有糧食 可是呢 不管再怎麼樣 怎麼樣禁止 那糧食都會 都還是會有糧食 那只是糧食的價格越來越高而已 那他那個負責守 守護城堡的神父呢 他說 他不忍 不忍心看 奸商發這種 國難財 那所以就下令 限制糧食的價格 那結果呢 糧食就不再進來了 結果這個 城堡就被 攻破了 那原因就是說 再如何 那價格 只要價格高 就會有人去冒那個險 就會有人想辦法 把糧食給弄進來 那你一旦限制價格 對這個 農夫 對這些 就算監商來講 他沒有無力可塗了 他又不願意再把糧食弄進來了 好 那這個是 講說 即使他原來是好意的 但是 結果卻是 沒有好報 好 90頁我們談價格機能 就是說價格為什麼那麼重要 那價格到底給了 生產者跟消費者 供給跟需求雙方 到底哪些訊息 他說價格的高低 是由供需雙方共同決定的 他一方面表達了生產成本 一方面呢 他說也反映 消費者對不同物品 然後他的喜好程度的評價是什麼 他說對生產者來講 價格高表示他可以多生產一些 來賺錢 那價格高也表示消費者 比較喜愛這種產品 因此廠商多生產 追逐他自己的利潤 這是私利 他說這是追求廠商的私利 那最後呢 卻也滿足消費者 來達到公益 公益 那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來我們看九十頁第1個 他說 把生產與消費面的各種情況 綜合成價格這個簡單明確的訊息 然後讓供需雙方都可以 透過這個價格來調節市場的供需 第二個 指導消費者如何消費 那鼓勵消費者多用 較豐富的 資源 少 少用 資源比較貧乏的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告訴你如果價格高 表示這個消費資源是比較少的 那價格比較低 那就是表示這個資源是比較多的 那所以 少消費這個價格比較高的 而多消費價格比較低的 第三個 他說指導生產者生產什麼生產多少 因為價格高 表示 生產者有利可圖 那消費生產者會多生產 比如說 夜菜類 台風來夜菜類比較貴 很多人就會多種一些夜菜類 然後 使得夜菜類的供給會增加 那價格就會降下來 第四個 作為一個 自發性的 講優懲列的機制 那所謂的 價格就是說 他這邊是講說 如果我的生產比較有效率 那麼我的價格會比較低 如果你的生產比較沒有效率 那你的成本會比較高 你的價格自然而然就會比我高 那價格高的可能就賣不出去了 意思是指這一個 好 底下書上再舉的例子 一樣也是講夜菜類 豆芽菜那個 我們就不再講了 好 好再來我們看 後面的例子請同學自己看 然後在 90月底下 有一個舊金山大火的也是一樣 他舉的例子就說 你透過價格機能 那供需可以達到 平衡了 好我們看92月這邊有談到一個 一隻看不見的手 這就是亞當斯密所講的一隻看不見的手 他的意思是講說 廠商有時候為了追求自己的利潤 為了追求自己的利潤 那這是他的私利 最後呢 會造成消費者也達到 消費上的滿足 滿足了社會上的公益 那這一個 亞當斯密是講說 這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在默默的牽引著 好那 92月干預的後果 這一部分也請同學自己看 那我們要看是92月 底下 他說如果 嚴格執行 價格 價格的管制的規定的話 那整個市場 壓力的 他說不能循著正常管道去宣洩的話 那這時候 可能有幾個後果 包括黑市 黃牛 送紅包 套膠膠勤 等等 這些 那他說 在92月倒數第三行這裡 他說還有變相加價等等 那他說還有就是排隊 籌籤的方法等等 來企圖解決這些問題 那這些造成 浪費 這些會造成浪費 與缺乏生產誘因 分配不當的後果 那他說 什麼叫浪費 浪費是指的 生產 同樣一種物品 多用了 不必要的資源 他說像排隊 這就是一個例子 人們排隊買票 那 並沒有辦法增加票的數量 但是卻白白的浪費 排隊的人力 那 缺乏生產誘因指的是 我們先講說他的幾個 先講幾個缺點 他缺乏生產誘因是指 生產者因為得不到產品的全部的售價 因而缺乏 增加生產與供應 消費的動機 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像黃牛票 好像黃牛票 原先廠商賣出去 比如說100塊 但黃牛票可能賣到200塊 那問題是廠商是收到多少錢 100塊 他並沒有得到200塊 那所以這100塊被誰賺走 被黃牛賺走 多的100塊被別人賺走 那廠商沒有得到 沒有得到這一塊的 多出來的這個售價的部分 所以廠商沒有生產 多生產的誘因 好他說 像 以 黃牛為例 他說 只要市場 市價不等於均衡價格 那黃牛票就有可能 就會出現 我們這邊所講的黃牛票 就是說 他是 可能 我以前是 就是 最早出現就是在買電影票 那 有些人跟售票小姐 串通好了 那一開始 沒多久 那個票就全部被黃牛賣 就被同我 買走了 買走以後 他們就賺取中間的利潤 那大部分都是 插隊比較多 那 同學大概也有聽過說 現在有很多人 他就是幫你去排隊 然後賺取中間的利潤 那如果是 正常用排隊的方式 你也不插隊 這個反而會提高生產效率 效率反而是會提高的 為什麼 因為 比如說阿公阿婆在排隊 他原來就無所事事 那他排個隊 他有一些收入 那對我來講 這個中投 可能對我很重要 比如說 我多花100塊 可是我可以多賺200塊 那我100塊給你 這個排隊的 也有 也有收入 這樣子反而是有效率的 那我們講這個黃牛 他可能是不排隊 或者是 造成一些社會上的問題 就是黃牛 好 再看幾下 他至於分配不當 他說就是 這些資源沒有分配給社會上對他評價最高的人使用 例如抽籤 他說抽籤看似公平 但抽籤也是 使得真正想要的人不一定能得到 這邊講說評價最高的人 是說他最需要的人 最需要 我們抽籤後面再看 後面還會再提到抽籤的 抽籤的東西 好 我們看93頁 中間那裡 如果那邊 他說如果我們以市場價格對 消費市場供需 指導消費者 指導生產者 這個 這個功能來檢討的話 他說 那 因為管制所產生的 一些 問題 那對價格經濟的干預 傷害會有所不同 第一個 傷害最輕的他說就是不執行 也就是說 我有規定 但是我根本不去執行 形同虛設 那這個當然 因為你形同虛設 你沒有執行 那就等於沒有管制 好 這是第一個 傷害最輕的 第二個 價格機能損害次輕的是 黑市 變相加價 或者是 變相 降價 例如 股票 號子 就是證券商 手續費 打折等等 那個銀行貸款強迫 回存的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跟銀行貸了100萬 但是你去跟銀行貸100萬 我原來是想借100萬出來用 但是 你去貸的時候 銀行說 好 我 明目上我貸給你100萬 但是你30萬要回存回來 換句話說 你貸了多少 我只貸70萬而已 我只貸70萬而已 書上後面講說 股票號子手續 手續費打折是說 我有一定的手續費 那因為 你是大戶 你進出的很多 那 營業員私底下 把他的一些 一些收入 退給 這些大戶 退佣 這樣子 這樣子變成 你的手續費好像變得比較便宜 好 第三個 損害較重的 叫重一級的是 黃牛回扣紅包保護費等等 他說 這種方式 來 以這種方式來撮合供需的話 他說 讓出價較高的消費者 消用最大的人享用 但 因為生產者沒有得到這些好處 所以訊息成本 比較高 那所以 也對生產者不會多生產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 第四個 損害在重的是 抽籤或 配給 他說這種 公平的 做法 完全無視於消費者的 偏好程度 這邊我們講 公平 經濟上對於公平 有很多種定義 那這邊所講 抽籤的公平 只是講 你機率上的 機率的公平 或者是機率上公平而已 也就是 大家中籤的 機率或機會 一樣 只有這個公平而已 那經濟學所講的效率 效率 效率是講 給最需要的人 給最需要的人 一般大家所能接受的是 機率上的公平 機率上的公平 抽籤 沒有抽到 運氣不好 就這樣 抽中了 我運氣好 但是你說 我給效率最高的人 比如說 他最需要 那問題是 一定會有人講 我比他更需要 這樣就 談不下來了 那問題就是 公平跟效率 有沒有辦法 兩個同時都達到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我舉一個舉一個例子 應該是 宋楚瑜跟 那個過世那個叫什麼 陳定然好像他們在選生長的時候 陳定然講的是 陳定然講的是說 不管 不管 不管你是 你多有錢 每個人好像 年金都有五千塊 每個人都有五千塊 就是65歲以上等等 每個人都給五千塊 然後 國民黨所講的 國民黨所講的年金就是說 第一個 你可能 沒有領 一些 退休制度的 錢 比如說你不是 退休的公務員 你沒有領一些 其他的 其他的退休的 制度或者是 比如說你房子 你沒有 你沒有不動產 你沒有動產 就是 你沒有房子 然後你 如何如何 然後他規定的 門檻很高 那最後呢 比如說他給的是 一萬一千塊 我們這樣講 民進黨他們推出來的 是公平 公平 你只要65歲以上 那每個人都可以領 很公平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這五千塊 可能 有人掉的 可能都比五千塊還多 一個月掉不見的 那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這五千塊 答案不是 那是不是有人 五千塊不夠 有 但問題是 這樣很公平 國民黨所推出來的這一個 好像門檻很高 那其實他的門檻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 把一些比較 不需要的人 把它排除掉 那他希望給一些 比較需要的人 那這個是比較有效率 那你說我要有效率 要有公平 可不可能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這個 效率 比較受到人家 會質疑 那你說我年輕的時候努力去工作 然後我買了房子 那你為什麼就不給我 那你是不是在鼓勵說 年輕的時候不要努力 老的時候 可以領得更多 這個會比較受到質疑 那公平 這抽籤 比如說 老師說 這邊 這邊有一個禮物 那給同學 誰要 每個人都要 那我給這個同學 不行 老師你徒利他 你為什麼只給他 我說我覺得他比較需要 那我也很需要 扯不完 那抽籤 抽中了 我運氣比較好 我運氣比較不好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所以這邊講抽籤是不是很好的方法之一 應該不是 但是是解決辦法 解決問題的其中一個辦法 第五個 他說 對價格機能來講 損害最大的就是排隊 他排隊 或許可以合理的 分配有效資源 因為 最需要的人他會花 越多的時間來排隊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